而且它長得很時髦 真的很好用 我算是有點相見恨晚 就是完全懶人必備 幫了我的廚房電器很大的忙 它真的不會有味道 嗨大家好我是Jasmine 今天呢要來分享 五個我很推薦的廚房電器 去年我剛幫我們的老宅 就我媽媽家 重新裝潢完嘛 所以我算是從一個自己打造的廚房 再搬出來變成租屋主 也就是直接用鍵箱啊 房東附的東西 那這支棟一定會有一定的落差 畢竟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生活習慣去設計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分享出來給 跟我一樣是租屋主的人 或是你不一定租屋主 你可能是自有房 但是你們當初規劃的沒有那麼完善 對最希望今天的東西可以幫助到你們 首先一定要分享的 就是這一台BRETA的順熱淨水器 也就是它可以直接從這一台 出常溫水跟熱水 然後都是過濾沙就過的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家一開始是會有一個BRETA的濾水壺 帶有一個小米的濾水器 最旁邊再放一個冷水壺 也就是如果我們要喝這樣一瓶冷水 我們需要先濾再煮 然後再放涼 然後我又是一個喝水罐 就我這一罐可以超快就喝完 所以常常會有水資源缺乏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在班基亞這個家 就一開始就有決定說要買一個順熱淨水器 只是一開始因為搬家的花費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過了大概三四個月才購入這一台 那這台呢它一樣就是有BRETA那個經典的濾性 然後我們買的是比較高階的版本 就希望可以過濾掉更多的重金屬 那前面機器的前身這邊 它是有一個什麼藍光 還有什麼光的殺菌功能 總之我們做過一番研究是覺得還蠻可信的 所以就買了這一台 現在就只需要從這一邊加入深水 就直接可以從這邊出水直接喝了 它的構造呢就是後面有這個濾心 前面呢就是它的殺菌的機構 這個後面水壺其實是可以拿起來的 就是整個這樣拿起來 然後拿去廚房裝水 但是我們其實不太會拿起來 我們就是直接打開 用著一個大水壺把水倒過來 這樣我個人覺得比較方便 就不用每次還要對那個卡榫什麼的 那像現在冬天我自己會習慣喝溫熱水 那它的操作方式其實很簡單 這邊就是你選擇你想要的水量 四個階段 熱水的話我會選最少的 然後這邊就是溫度 也是有四個階段 通常我就是這樣 最熱的 然後一個份量 裝完熱水之後我再直接倒入冷水 這樣一壺溫溫的水就完成 那其實我一開始還有在考慮 另外一台是菲利普的 那一台它的過濾的步驟又更複雜 它就是多了一個逆滲透這個功能 所以它出來的叫做純淨水 而且呢非常非常大台 但它這麼高吧 然後可能更寬一點 我就覺得在這邊太突兀 所以最後呢我們就捨棄了那個 更乾淨的水源吧 但其實我們查過這個應該就是足夠了 尤其是住在北部地區 它唯一唯一的小小缺點 就是它的出水量是比較小一點 其實我覺得好像 順熱的機器都是這樣子 就是它出水量不可能像 你用這個水譜這樣倒這樣 啪這麼多 它就是這樣細細細調下來 所以我們還是習慣會放一個水譜在這邊 然後平常就把它裝滿的狀態 然後我們要喝的時候可以直接從那邊倒 然後平常沒事的時候記得來補這一罐 就好了 那目前用下來是覺得還滿滿意的 就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在買之前有查到 有人說什麼它出熱水的時候 會突然這樣啪爆熱水出來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運過 所以就還不錯 蠻好用的 如果你是租屋主 然後有這種煮水啊 冷卻的困擾 就覺得很反覆的話 這台真的很可以 而且它長得很時髦 就很簡約很漂亮 它有白色的 如果你不喜歡黑色 或者你家是白色色調的話 它有白色的 就推推 再來有三個電器都在這邊 所以我直接搬了一張椅子過來坐 再來就是這個 伊萊克斯的氣炸鍋 我很久很久以前有買過一個 很漂亮很可愛小小的氣炸鍋 但它容量真的太小 所以我放什麼都放一點點就滿了 然後很多東西可能甚至要 分兩批 我就覺得不好用 就把它二手賣了 那我們這次這台呢 是伊萊克斯的 它這邊的空間很大 裡面有一個這個增高的架子 一般來說 如果你想要更大的容量 會把它拿出來對不對 但我通常都放的這個容量都還夠用 就我們是兩個人啦 如果你家裡有四個人什麼 可能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那氣炸鍋到底有多麼的好用 真的是我有了之後才知道 因為我以前都以為 只是拿了說 你不想要吃炸薯條 炸幾塊 你可能就可以用氣炸的方式 就讓它比較健康 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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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我之前在ID有發過 炸牛排啊 或是我做過炸魚什麼都很方便 所以在你其中的功能 是它其實可以當更好用的微波爐來用 譬如像我們叫外賣 叫賣當勞什麼那種炸雞 它如果放久了 就涼掉軟掉 這時候你把它拿過來 重新氣炸一下 它就會變得超級 Crispy 就超級超級超級好吃 那使用上其實以前我可能也會覺得氣炸鍋是不是很麻煩 就每次用完都要清洗 但其實我們就會放烘焙紙 直接墊一個來幫你 不管我做什麼都會放烘焙紙 所以其實我不會每次用完都清洗 但如果真的要洗啊 其實也蠻好操作 它這邊有卡榫 就把它往前移 然後按一下這個按鈕 這樣就拿起來 就會變得很美味 這一台呢 它的功能 我覺得還算蠻簡單的 就裡面它幫你劃分出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像是有薯條啊 雞肉啊 或是一般的肉啊 魚啊 也有做麵包的啊 反正是你可以很無腦的去選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用氣炸鍋或是烤箱 最多人不知道是到底應該用幾度幾分鐘 但它這邊每個時間都已經幫你default好一個溫度跟時間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參考 我都會按照它上面的大概微調一下 譬如說我今天只是要加熱我的肉 那我就跟它說 欸那它平常用肉的時候 大概是都用200度 但是因為我是加熱嘛 我不知道把它從生熱煮到熟了 所以它給13分鐘我就會把它減少 可能變成5分鐘3分鐘這樣子 總之呢 我個人就是覺得氣炸鍋是 每個人家裡都應該要有的 不論你是不是豬豬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了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早上如果有吃Bagel啊 或是麵包吐司之類的 我也會放進來氣炸一下 總之它就是又可以當烤又可以當氣炸 又可以當微波 重點是它的微波功能是會讓表面很脆 很好吃的那一種 就真的很好用 我算是有點相見恨玩跟氣炸鍋 再來這個呢 如果你是長期關注我的人 應該已經聽我講到LAP 就是這一台蒸烤箱 這是我之前在那個樓中樓租屋處就用到現在的 所以到現在應該已經有個三年了吧 我覺得它對於租屋族來講 最最最最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很省空間 因為它是蒸烤箱 它有蒸的功能有烤的功能 所以它一台機器就可以取代兩個機器需要的空間 因為它是有蒸有烤 所以它多了蒸烤這個項目 那什麼叫蒸烤呢 我的理解是因為烤箱食物 有時候如果你那個火候沒有掌握的太好 你的食物就很容易變得乾巴巴的失去水分 但蒸烤呢 它在烤的同時又會注入一些蒸氣給它 所以它的食物呢 就可以保有它的水分變得比較美味 比較好吃 我個人覺得好吃蠻多的 因為我以前很常用烤箱做失敗一些肉類料理 像魚啊什麼的 很容易就過乾 但用蒸烤的話就可以蠻好的去改善這件事情 那用蒸烤箱我最常最常做的就是 蒸烤箱的懶人料理 因為它裡面就是一個烤盤嘛 然後我就會把鋁箔紙或是烘焙紙也可以 鋪在上面 把蔬菜啊各種你想要的菇類啊 鋪在下面 上面我就會放我想要的肉 然後就一盤進去 20分鐘左右就好了 超級方便 就是完全懶人必備 那當然它也不只是做懶人料理 因為它這個裡面有兩層可以讓你放烤盤 所以它還有一個功能是 它可以同時做很多事情 像我看網上有些人 它會把肉自己一排 蛋自己一排 然後可能什麼東西自己一排 總共這樣三排一起進去 然後就同時好 那這台其實它上面還有發酵的功能 有些人會拿來做麵包 我看因為網上那個Facebook有很多這個社團 裡面就有大家分享食譜 我看很多人拿來做麵包 然後它另外也有氣炸的功能 但氣炸的話 我自己用起來是沒有到很喜歡 因為它可能就一機多工吧 所以它在每個功能上 可能都不會像單個機器那麼強 所以我覺得它氣炸的功能 就對比氣炸鍋弱了非常非常多 就沒有那種很Crispy的感覺 我就很少用 那像這個蓋子打開呢 這邊就有蠻多內建的功能 前面呢是食譜為主 像是蒸魚啊 蒸蛋啊 什麼自製優格 這些它就是會default好 適合的溫度啊 時間給你 那從這邊大概十三十四到最後面這邊就是清潔的功能 我自己很常用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就是讓它自己可以去跑裡面的清潔 不論是爐槍內的還是水槽的 總之如果也是家裡空間不足的 就非常非常推薦這一台 但如果你家裡空間很共 我可能就未必需要啦 下一個呢我一樣坐在地上 因為我要介紹的它其實不能算是一種 廚房電器 但是我把它歸入在廚房電器 是因為它幫了我的廚房電器很大的忙 就是這一個延長線 它是蓋士特這個品牌 非常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如果廚房 然後用延長線可以用這個品牌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你知道租屋處其實就是會有 插座不足或是插座設立的位置 不符合你的需求的這個問題 所以就勢必會用到延長線 就跟自己家裡裝潢最大的一個不同的點 我覺得其中一個是這個 那像我們家裡就是因為 沒有地方可以讓我們放這些電器 因為剛剛餐酒杯裡面的插座也都滿了 所以我就決定把電器櫃放在這邊 這樣一整多都是廚房主辦用的電器 可是就遇到一個問題 是這些電器呢 它們都是需要很大的電力的 所以用一般的延長線 就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跳電 也不能同時使用 所以我後來就上網查 哪些延長線是可以比較耐受這些高電流 然後就查到這個蓋世特 那蓋世特這個品牌 它真的就是比其他延長線的單價貴蠻多的 像我們現在這樣小小的一個 1234只有4X 而且都沒有獨立的開關 這口線就要1500左右了 就是以延長線來講是偏貴的 那當然它再更多一點工程就會有些 我甚至有看到三四前一個延長線的 但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值得 因為第一個就是安全性 你可以很信任 而且它好像是MIT網站的商品描述 也有給你很多資料 所以你用起來會相對放心很多 它我們用到現在喔 就是我們這邊有微波爐氣炸鍋跟蒸烤箱 而且好像沒有同時三個開過 就是最多兩個一起開 可是它們每一個都是非常高電流 就是需要很多電的電器沒有調電過 之前的銀行是每開必跳 就之前只能一次用一個 可是我非常常需要同時開蒸烤箱跟氣炸鍋 所以之前就有點微麻煩 必須等某個料理料理完再用下一個電器 但這時候我們換了這個之後 就可以兩個一起用 所以如果你們家也是廚房的電器需要延長線 或是很注重安全的話 我很推薦這個蓋士特的延長線 雖然它真的長得不是那麼好看 就是很man一個 但是很值得 就是安全還是優先 ok 本日最後一樣是在我們廚房裡面 可能大家見諒一下 因為這邊的施工聲比較大 最後一樣就是這個 登登 廚餘桶 這東西是我最近新買 這個家新買 但是我從去年在我們老宅家就已經有買 所以我大概用了也算是一年了吧 原本這個家沒有買 所以我男友說這個空間太小了 如果再放一個這個廚餘桶 就很難有其他工作空間 但是經過了這半年多下來 我覺得還是很必要 我覺得如果家裡是沒有廚餘機 不論是在洗手槽那個 直接把食物繳碎的那種 或是真的一台廚餘機 我覺得廚餘桶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來講有跟沒有的差別好了 之前我們只要是撥一個蛋殼 我們就要拿一個塑膠袋出來裝 可是當然我那天連續煮兩餐 可以直接裝滿那個塑膠袋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只是撥兩顆蛋 那兩個蛋殼就要自己用一個塑膠袋 我就覺得天啊好浪費 還有一個狀況是 如果你的那些食物殘渣 放在外面放太久 就會生果影 然後我就決定不鳥我男友說話 什麼空間浪費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說這就是一個很必要的存在 因為像現在就是你只是要吃個蛋 或是你有什麼食物的包裝 你只要往這邊丟 就解決了 不用像之前就是還要特別去找一個塑膠袋 它上面這邊就是有一個碳片 因為裡面現在有除油 就不打開了 那它這邊就是可以裝一個碳片 這個東西是用來除臭的 所以它真的不會有味道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這是不是就是一個普通的箱子啊 你食物裝進去在裡面 還是會浮臭掉啊什麼的 沒有 真的不會有味道 就是不會有味道飄出來 只有你打開的時候才會聞到 但你關起來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味道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這個給大家 給大家敬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一個方方的小盒子 然後有這個提拔 那它不只有白色啊 它還有 我記得有藍色跟深灰色 所以如果你怕髒的話 也可以選另外兩個顏色 但我是想要讓它的存在感低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白色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五個 我很推薦的電器 廚房電器 或是 對 之類的 反正就很推薦給大家 這些都是我用了蠻久 自己很喜歡喜歡的東西 那就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睡吧 cooldown 不會 裡面 感谢观看